天天向上播出厉害了我的国特别节目 献礼国庆 2017年9月 一部辉煌中国纪录片在央视播出 火遍国内外 现场也是邀请到了纪录片 辉煌中国幕后制作团队 分享辉煌中国的台前幕后 为了让这个辉煌中国的纪录片 它播出的时候效果更辉煌 所以我们提前就推出了厉害我的国 一系列的主题活动 从今年的5月份就开始了 每个月一次 然后呢会有不同的侧重点 但是主打的内容就是 请大家全民去拍摄 然后发给我们 我们会选择性 把最精彩的送给 火遍国纪录片 不仅如此 主持人龙阳还在节目中提前剧透 接下来厉害了我的国 正在10月1号当天 进行总市场超过10个小时的 大型直播特别节目 为祖国庆生 可谓爱国利麦而节目中 还邀请到了美国 德国等国家 在中国留学的优秀青年代表 一起为中国庆生 他们还用流利的中文 向观众 享受自己与中国的深厚渊源 并与天天兄弟等人 讨论了近5年来 中国的发展与巨变 你知道吗 中国高铁非常好 非常方大 你知道吗 我从曼谷到旁边的 比如说帕迪亚 如果在中国我坐高铁 差不多16分钟就到 在泰国我要坐车 三个三个三个小时 我看中国的移动支付 支付宝 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安全 更方便 更卫生 而且我们德国人有很多地方 连信用卡都不能用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方面 我们真的要 想中国人学习 更多精彩内容 进行锁定 本周五万十点 播出在天天向上 网络TV也会在 四日零点全网独播